上午11点油压减突破铁链防线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以漂浮之姿率先进入议场 这时候距离前一天下午4点蓝营攻占 随手才到第20小时就遭民进党立委攻破千场 入口处成为第一战场蓝绿短冰相接 连议场窗帘都被卸下来 一旁主席台的木板也被蓝尾搬起 场面已陷入完全混乱 蓝绿近距离攻防靠洒水扰乱节奏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正脸惨被打中 矿泉水平满天飞 国民党部分军令委吴依丁拿起瓶子回房 但眼看止不住绿营攻势 蓝尾节节败退甚至依序遭台起送出议场 我们也不会拿东西直接去打人嘛 然后也不会直接用拳头打对方的脸吧 但是民进党我觉得这一点我真的要提出来说 如果是这样只会恶化 国民党抗争败北收场 领袭会依旧在下午召开 更表决通过将考坚人士同意权案 交付全院委员会审查 7月17号进行投票 20小时的占领议场 最终蓝绿委挂彩 议场面目全非宣告收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